记者肖方起台北报道 天晴女孩妞妞与台北吉祥物雄赞27日 受邀出席日本年轻人最流行的时尚盛典超时代活动 一起合体宣传台北的美食与景点 27岁的妞妞看到现场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刚看时间是一把杀猪刀 相较他们自己已经是老妹一枚了 但对于能在活动上看到那么多小鲜肉真的很疗愈 最近看偶像恋奇声更有恋爱的感觉 最爱小鲜肉陈丽弄以及鲜肉导师王嘉尔直呼 看着他们心灵超满足 被问到是否很久没谈恋爱 先前跟小鬼黄红声传绯闻的妞妞与戴玄西 指出我是说很久没谈恋爱的感觉哟 对于真实的感情世界则难有条件 他则是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帅不帅也不是重点 只要对方会照顾他 能了解彼此的个性 就是一个不错的对象了 在日本出道的妞妞也大力推荐台湾观光 将台湾美食小笼包珍珠奶茶 台北景点101西门丁 H300妞妞又起西手雄赞赴日与林木奈奈相见欢 吉东娱乐提供 妞妞西手雄赞赴日宣传台湾观光 吉东娱乐提供